來玩這款遊戲 奇蹟MU 永恆聯盟 開到15伏喔 今天是今天推出嘛 9月19號 然後這款遊戲之前名字叫做神兵奇蹟吧 這款和經典實戰一樣都是情懷風格的 一開始三個職業 模組也幾乎是一樣的啊 劍士 弓箭手 好啦 我們換個劍士好了 裝備 幾乎都是一樣的齁 跟經典之戰來比的話 那成長模式應該也是一樣吧 收出 招全卡一天 這個也是一樣 一樣花錢 都可以減速啦 推薦加點 隨便點一點就行啦 好啦 升級完成 拿到一個隨機傳送球 進行回收啦 回收 也是一樣 啊 白銀四星喔 他怎麼沒有導引 他怎麼沒有導引 金幣 勇者大陸流通了一種稀缺貨幣 這個不是叫奇蹟幣嗎 呵呵 欸真的欸 他連那個 排版啊 名稱啊 他只有有一些名稱不太一樣而已啦 其他的大同小異 冰封骨 特選卡30分鐘 好 擊殺血蟲 好 先去擊殺血蟲吧 另外一個任務是要穿 騎整套的裝備喔 這畫面好像有做得更好一些啦 金光爽閃 打出來還是有些爽度的 是不是平均一年三款奇蹟啊 進行回收 喔 他這個自動範圍拾取啊 可以欸 就算無刻也可以欸 也可以勾選欸 喔 這一點倒是不太一樣 哇 有些 他有一些泛紫光這樣打起來 還挺不錯的 有啦 他這個畫質 整體的品質是有稍微起來一點 回收完成 到地下城去 接下來等到等級提升60 三奇黃金套 黃金套裝喔 那要不要找一些黃金怪 那要不要找一些黃金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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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 強化一樣要祝福寶石 也是打怪掉落的 野外掛機 到兩倍今天的地方去吧 這樣子要稍微掛一陣子了 哇我的那個血瓶超多的耶 可以在其他地方 鍛造 然後 沒了耶 其實沒什麼東西耶 再現克服 這不用看了 連花錢他也不會擬你 穿到黃金靴啦 好 材料足夠 前往強化 要強化五次喔 喔祝福寶石 瘋狂掉落耶 又兩個 又兩個 好吧叫他掛一陣子吧 裝備轉移 來吧 一鍵轉一下 一鍵轉一下 三倍經驗的地區喔 我現在已經穿到了黃金套窗 打出來也是黃金的顏色 然後是大便套窗 然後是大便套窗 還有強化寶石 那任務大部分都是刷黃金怪 那這一款的話是刷野怪而已 黃金怪倒是少見的 到下一個階段了 接下來剩到八十幾 防禦達到九十 川崎白金套裝 白金套裝是不是 其實奇奇還是有他的魅力在喔 我這樣子玩一玩也是覺得還挺不錯的 就是要花錢啦 這個地方圖片都沒變耶 就是這個樣子啊 跟經典之戰是一樣的 這有一個白金戶鐵 我都沒有撿起來 那不是我的東西嗎 來我們回收看看 全部回收 難怪我都沒辦法撿 啊這種的必須要多個點錢 讓他去自動搞才行喔 一直手動也麻煩喔 海浮活動有什麼 BOSS手殺 這邊也都是一模一樣的 跟奇奇經典之戰 大同改義 只有這個名稱不一樣啦 原本是奇奇幣嘛 然後這是金幣 那這個鑽石長的都是一模一樣 然後兩者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跑主線 好吧 那奇奇就玩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